不过呢另外这个乌龙啊是拿错精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是在台湾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官司 高雄市的这对夫妻呢 13年前他们是人工受孕生了一个儿子 后来呢几年后两个人离婚了 又再过了一段日子呢老婆才发现说 哎这儿子竟然跟前夫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哦 拿他们的这个血型配来配去怎么会配不对不可能的 就怀疑医院当初是不是拿错精子了 这个前夫知道以后更生气了说 这儿子根本不是我的 我白白养了他五年 所以呢要这个去告他把这个教育费啊 还有吃吃喝喝的这些钱全部都要告回来 要求场结果呢提告去败诉了 人工受孕搞错精子疑似搞乌龙的医院已经歇业 男子不满白养妃血缘关系的儿子五年 打官司向离婚的陈姓前妻讨回抚养被 但法官判他败诉一毛钱都拿不到 已经不知去想了 那个那个那个对方也又嫁了嘛 所以怎么还会有保持父子关系的问题呢 不小心医生的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 还是对方跟意思都有问题 高手是一队夫妇十三年前经由人工受孕 剩下一个儿子 但两人离婚后 太太才发现儿子和前夫没有血缘关系 因为前夫是O型 他自己是AB型 只会生出A或B型的小孩 但儿子却是AB型 怀疑是妇产科拿错精子 我要取金是先预估好几月几号取金 那什么时候植入 妈妈一定会拿到爸爸的金虫 而且越新鲜的金虫越好 那他一个小时取金 然后马上植入 那这样的话发生的机会几乎不太可 陈姓前妻在95年发现儿子和前夫血刑不符合 立刻提起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 法院判两人非父子 96年前夫要求成女返还抚养费131万 高雄地方法院判应该归还44万 但高雄高分院改判 陈姓前妻胜诉 免赴分文定业 成了国内首宗人工受孕百屋龙 引发的官司纠纷 中天新闻呈现一包金银 高雄报道